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X小包 哈喽,大家好 哈喽,我是Vincent,小飞 Eric Eric,小厕所老师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个人,这一期是太美丽播客第一对夫妇,两个人一起上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对很多小朋友来说肯定,怎么说比较新鲜刺激,叫开放关系 那可没有,现在的小朋友可比我们刺激多了 呃,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这个算开还是不开,然后就挺开的,对吧 嗯,对 对,我觉得是一种是一种自然自然落体的状态啊,但是呃,和和你们这一期是希望说是安全着陆的状态,而不是自然落体的状态,对吧 也不是说允许大家出去乱搞,然后什么样的结果都可以承受 是吗,那个基本上不就是自由落体吗,是这样子的吗 不要装了,不要装了,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有脑子在思考的啊,所以今天其实是讲,讲的是一个安全着陆的关系 好呀,那呃,还是不免俗的,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啊 这个呃,两位大概叫什么名字啊,什么职业啊,什么年龄啊,所在地啊,推特有多少粉丝啊 然后推特上最最性感的照片卖的是什么 啊,我啊,好,所以我叫Eric,然后大家叫我小厕所,然后厕所老师 对,最近这几年变成了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然后我看看我现在在上海,然后,嗯,什么推特粉丝是吗 哎,哎,我不知道,面好像有在涨,哎,不要跳过年龄,不要跳过年龄,这你老师 年龄啊,我三十多了,我90年的 快快快四十了,是吧,嗯,什么都瞎 你才快四十,我已经过四十了,我在你前面,不要怕 我已经过四十了,对啊,助言有数 下次,下次专门做这一期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下文评,这个想听到 我怎么,好的,可以,好的,是我输了 对啊,所以你怕什么啊,年纪大是有魅力的表现,是吧 大叔,性感大叔,在线卖什么 在线卖的肯定不是萌 可能主要是体脂高就可以 只能撑开来就是,把皮都撑在 还好吧,还好吧,你离熊圈还还有一点点距离 我现在可怕了,好好好,把你前聊 我看看啊,推特粉丝多少啊,看一看,check最新一下 啊,六万五,好吧,六万五 哇,感觉比你,比你微博粉丝还多,是吧 我微博五万八一种 对,可见,嗯,夸,夸你是网黄,没有错 那我今天就是,是主持人也是剑黄师啊,剑黄师这个职业 你们听说过吧 哎,他,他就是,真的吗 Wincent来介绍一下 呃,大家好,我叫Wincent,呃,一般朋友都叫我小V 然后我现在在北京,工作其实是数据分析 哦,那算剑黄师,那算剑黄师 会有一部分需要去辨别,呃,一些,一些违规擦片的作品 哦,鉴定一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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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鉴定一下这个 Eric的数据是,是,是什么,给我们报一报 我都是真实的数据啊,我这个没有,没有,我没有买粉啊 我没有说不真实,这是什么样的数据 卖广告,对啊,都没有人找我买广告,买广告 哦,好吧,这个业配广告,考虑一下,考虑一下,真实数据 OK,好呀,那你推特粉丝多少,哎,还有个小猫咪,你们的小猫咪 这是另外一只,这是胖的,我推特粉丝数,只有两万五,两万五千个左右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经常被,被圈里的人说,啊,这个好像是小厕所老师的男朋友 哦,那,那,那,所以官方,官方否认还是要承认的,今天是来澄清的是吧 对啊,今天在澄清,就我们其实都是单身的,哈哈哈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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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眼神已经杀过来了,哇 刚才这个眼神,我觉得可以,可以就是重放很多遍,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你不要演一个,已经被化成灰烬的那个效果吗 哈哈哈哈 好,有猫咪护体,好呀,所以,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哎,你们两个人,呃,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我是,之前只认识Eric嘛,对,我认识小厕所的时候,呃,他,他,他已经是知名网黄了,对吧 但是,但是人设是,是一个单身的人设,因为单身的人设,你也知道,就是粉丝追IDOL嘛 这个单身的人设比较好卖 是这样吗? 没有啊 哦,那,所以,所以,所以,好好好,所以在,在我们展开这个经典问题,就是怎么认识的呀,对吧 然后,怎么走到一起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呃,情侣默契的挑战,好不好 啊,看看,看看你们,你们,不管什么关系的GP 好,对,我要的就是大翻车,好吧 呃,你们怎么做呢,你们要写下,对,写在手机上,好不好 第一时间写在手机上啊,然后,同时,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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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上前面的观众看,好吧 OK,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准备好了啊,好,开始啊 芒果还是榴莲,芒果,诶,可以啊,那我们可以做朋友,选榴莲的话就不能和我做朋友 哈哈,虽然我在曼谷,好,第二个,鸭血粉丝汤还是螺丝粉? 诶,可以啊,这人都是鸭血粉丝汤,文森是北京人吗?还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福建人? 啊? 福建人? 福建人? 福建人啊,怪不得选鸭血粉丝汤,好的,嗯,火锅还是烧烤? 不知道,这个不一定,诶,对啊,我觉得都可以,诶,既然都是火锅,诶,你们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好,好,难度开始上升了啊,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其实都可以,我也都可以,诶,我北方人我觉得都可以,诶,你看,果然,那不一样了吗? 诶,某人选的是甜,你选的是咸,呃,所以最喜欢的口味,粽子口味能说吗?说对方的,他喜欢咸粽子,文森说,他,他,他喜欢咸粽子什么口味? 我不记得,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不吃烫水的,对啊,就是啊,都会有这种问题,好,过,没事,过,好,开始难度上升了啊,好,开始难度上升了啊,对方最爱吃的水果,对方最爱吃的水果,啊,开始尝烤了,完了,我现在害怕了,哈哈哈,我才讲,哦,水果还好吧? 我不知道哎,让我想一想,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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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对啊,哈哈,我们就说对啊,对啊,哈哈,没事,我会检查你们的数据,好,啦,来,看,他不爱吃水果,草莓,是吗?你不爱吃水果,是吗? 我特别爱吃水果地圈 就是他来我这边 我买了好多水果 然后问他吃不吃 他都不吃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草莓是哪种草莓啊 是草莓吗 草莓啊 是吧 我不知道都可以吧 就是像草莓啊 蓝莓啊这种 我都还蛮爱吃的 就我越大越好 那我就说香蕉了 好的 有点更大啊 奇怪 好继续别着急啊 难度又来了啊 对方的鞋码 要死啊 我应该是记得 我知道的 应该是这个码 来 40.5 42.5对吗 42了 完了 好42 40对吗 40.5 40.5对 就我都记住 我刚才觉得 我以为我是41.5 好 呃对方外卖点的最多的东西 嗯啊 呵呵 呵呵呵 我什么 生蚝酸菜鱼 是生蚝吗 蛮多的 哦好爱补啊 天天补 好吧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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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爱吃爱补吗 呃消耗大要补充大 呵呵酸菜鱼对吗 对 因为有几次也是 在吃 OK 呵呵呵 好好好 好对方生日 嗯 我不记得了 哎他答的快哦 小V答的快哦 来来来来来来 lies 翻吧翻吧 翻吧 呃 呃 323 对不对 关过过一起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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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呵呵 你可用闪短弹掩盖自己的 自己的失误 好小V生日之几号 记一下好不好 十一月 没关系我不在意这个 十六吧 你不用表态 十一月十六 是天蝎 可以 我喜欢天蝎 我凡人的老爸和我bf都是天蝎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有没有偷看过对方手机 真心话大冒险 要诚实 有什么默契的 没有 好 结束 我觉得还不错 比我想象中好 而且明显 小厕所翻车比较多 是不是 对方记得都很清楚 好了 所以你们是怎么 从 约炮变成情侣的 这个可以讲吗 不可以讲 你们就不要上我节目 必须讲 可以吧 没有什么 我们认识很久了 对吧 是吧 前面是四五年了 在哪里啊 in's吧 我记得是 对最早是在in's上面搭设 对的 然后也没有立刻 那当然了 你在上海 他在北京吗 我当时在上海 我来北京 当时也在上海 一直都在上海 然后我看看 我不记得隔多久 但是隔了蛮久的 我记得 就是有些人很难约 我还好吧 就是有些人很难约 就是然后 好了 星星星座老师在这里啊 这种事情肯定是白羊主动了 天蝎很被动的 是吧 嗯 然后我不记得 反正隔了蛮久的 然后 对就约了也没约几次吧 不多 是谁的问题呢 就有些人来 说出来说出来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那么客气 怎么回事 我这人比较新研究啊 就是 对 约不上是吧 其实 对当时 当时就是 就是约过了之后 有的时候找他聊天 他会说要排队什么的 哦 不是啊 都要排队 这个有点熟悉哦 好像很像是 小厕所会说出来的话 是吧 爱的号码排拿好 排队去吧 哦 那你们第一次约会是在 是在上海吗 什么叫约会 会是什么 呃 对嘛 就是就是约POMS 要我来说这个是吧 哈哈哈哈 对啊 不能逼我啊 就逼你啊 第一次约炮感受好吗 实用体验如何 对方呢 不好就不会有 问题要次 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但是其实这这里隐藏的杀鸡是说 呃因为你看你约了第一次以后后面又很难约 所以对小厕所老师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流水线的过程 然后你你比较念念不忘是这样吗 你就很尖锐哦你今天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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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都没有动真感情 对 比如说对方还蛮可爱的 哦 然后体验也不错 是吧 对啊 就是可以再来 也不一定 一定要一直来 什么的 好 好 那爱的号码牌就领着了 又隔了多久才见第二次 这我真的不记得 应该一个月吧 一个月 嗯反正蛮久的 记得 你这个话传出去就是我一个月就会回床 这个就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好 我对我真的不记得了 这个我真的不记得 但是应该 我我当时是觉得隔了有一阵子 对应该是有一阵子 嗯 OK 就是不要挤牙膏嘛 就是敞开聊啊 后面第二次第三次见 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哎 好像不只是 这个炮有关系了 是吧 想往想往这个感情方向走一走 是什么时候 我前一阵子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嘛 就发现我们认识之后 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在说话 都在聊天 每个月 好 就是这样每个月啊 就是都有在 这频率其实也可以 比较正常的频率 对吧 没有刻意营造 嗯 对 但是我 根据我的经验啊 就是能一直跟你保持联络的人 在约炮之后 一直跟你保持联络的人 其实不多待 尤其是我觉得这些 重新联络的人 其实其实都是很少能够就是能够持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这个倒是比较比较像回转寿司是吧 就是吃了一盘以后下一盘应该是拿别的口味啊 对 然后就是可能再回的回来的话可能就是已经相隔一年半年这样子再回来轮一轮这样 ok 我不知道 可能对我的个人经验是这样子 ok 然后有人能够一直维持联络这样子 对对对对平盘的沟通很重要 那还还是我刚才这个问题啊 就是呃每个月都都聊那开始感觉好像不只是炮友关系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们后来就开始在聊 工作啊 然后有聊一些生活和工作上面那些事情了对吧 还会聊喜欢的东西啊什么的 哦对的聊一些兴趣爱好啊 音乐电影啊这种东西就是已经出去那个范畴了吗 啊就从下半身慢慢往上半身挪了是吧 啊那对这个蛮合理的可以可以这么说可以 可以这样 ok那没有了一个过程我觉得嗯对对对没有再往情侣方向走 ok呃那成为朋友在在慢慢变成情侣又发生了什么 就纯粹是靠精神聊天吗靠微信聊天吗 嗯我觉得是 主要是靠这个维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 时间点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开始在聊工作了嘛 他是决定搬到北京的嘛然后就是他 决定搬走的那个时刻我倒也没什么就是他真的要走的那一刻我觉得 突然觉得好像是就是虽然平时建的也不不是很经常 然后主要也都是在线上联络但是就是他突然要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还蛮不知道当时的感觉就是蛮复杂的就是 会有蛮复杂的哎那所以所以小小V年纪年纪小一点的吧嗯多大 哦对所以所以就是我我听下我听起来的感觉是说他在呃征求你就职业生涯规划上的一些意见对吧然后你给了他建议 然后他真的听了你的建议你又不舍得了是吧 就他真的要走了时候觉得突然发现有点不舍的 那小V呢你你觉得呃你决定搬到北京这个决定里面呃他的建议占的比重有多大 嗯 百分之七十八 因为因为是这样就是他其实更多的那影响到我是让我去面试的那一个阶段啊就是是我可能如果按我自己的性格我看到这个职位在北京我可能就不考虑了吧啊 就会去稍微push我一下说可以先面试啊呃拿到offer你如果实在不想去再说嘛 嗯然后拿到offer之后确实比我当时的工作要好很多 呃然后我就我就最终还是觉得工作为主就就就就来北京 对所以所以呃你当时在上海已经呆了很多年了是吧都习惯了是吧 嗯我应该五年了吧那时候 哦啊是啦因为我觉得在上海呆习惯了谁要来北京 对啊基本上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但是但是职业规划上我觉得呃 Eric那个建议是很成熟的啊的确就是你在职场上面你先拿到你的选择权主动权对吧你选不选在你对你你拿到offer以后的呃 呃其实你不去也没关系那OK那来了北京以后不舍然后呢呃 那不就是打完分手炮就结束吗 分手炮你都没有吧我不记得了嗯没有没有人家在在忙嘛他在忙搬家啊然后这个很复杂 哎就是所以很有意思哎对所以所以他搬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呃然后反而是距离产生美了是吗你们你们分开两地以后反而反而感觉联络更多了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也不能说产生美就是关系其实没有变嘛就是还是因为以前也都是在线上联络啊然后就是对啊他搬走之后其实也是线上联络对我们来说其实区别不是特别的大我觉得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距离这件事情可能可以聊一聊他可能是我不是可能对我来说这可能是这一段关系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催化机呃我觉得会是一个点就是他能够让我接受这个关系的一个点 为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有点距离会更我不知道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样子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就是就是上海上海这片草原还是你的是吧哎可以就说没有啊不是呃我会觉得感情之间要有一个自由度嘛 然后对然后对然后但是就是就是如果说离得太近或者说怎么样的话可能呃我这个太近不仅仅是距离上我也可能是一些情感或者是什么上的这个不是physical的可能是emotionally的特别近的话我觉得会给我一点压力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这一个 距离可能也是 距离可能也是 对 symbolic的对小v说一说ап啊嗯嗯对我会更粘人饮点了但是就是你搬到北京以后你觉得对你们关系是什么样的变化嗯其实其实我对他动信可能会更早一点点吧在来北京到时候但是因为他之前的那个态度是觉得不是很想要谈恋爱 或怎么样的吧 然后就是你你是 爱的号码牌这种感觉 你你先试图去拉近这个关系是吗 没有 因为我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他可能不是对对我就是单程朋友 或者关系更好的 那个更亲密的朋友 然后然后我也觉得没有没有 他如果没那个想法 我也不用强求嘛 所以喜欢就放在心里就好了 然后开始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他有跟我说 在我要搬走的时候 他有跟我说会舍不得我 虽然他下一句就是说 哎不说了好恶心 非常像他非常像他非常像他 但是那个时候会还是会有有触动吧 就会觉得原来不是我单方面的去 对 来了北京之后 因为我我这个人个性本来就比较内向吧 然后南北方文化差异啊什么的 我其实刚来北京也蛮难受的 就也挺寂寞的 嗯嗯 所以会习惯性的 经常去找他 然后他也有时候能够给到一些呃 慰藉吧 然后就会让我放松下来之类的 嗯 也不住啊 也会找一些别的小小小小骚逼啊 哦 这就是说比点 主要是你 不是 不是 人家说的是情感上的支撑对吧 也有 那可是 生生生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支撑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怎么办呢 那 那人家在后诊的时候 还不能跟小护士说两句话吗 嗯 嗯 是 是 你这个队排的这么长 对吧 人家排队的人之间也可以打个招呼 对吧 你也 你也是来看病的 是哦 就是都在队里面 是 好吧 哎 那那好 下一个阶段呢 呃 那么分成两地了 但感觉就是联络也没断 对吧 然后正式确认关系 或者说在一起是什么关键性的事件 不要让我挤牙膏你们说吗 嗯 关键性的事件 然后后来他就一直会回上海吧 然后会回上海在我那边住一住啊 然后我们一起干什么 你们一起干些什么 我们是能想象的 就除了那些干什么以外 还还干了些什么 去旅游啊 哦 对 出去玩啊 就会 然后会去海岛啊 然后 疫情之后会去演唱会啊 哦 对啊 看看演唱会啊 什么的 就是 我们一起看了哪些人的演唱会 来 这又是个默契挑战 鞋 没有 不用不用 我们预算有些 演唱会门票真的买不起 其他可以 演唱会门票真是买不起 是同性恋抢 抢演唱会门票是蛮狠的 对 对啊 所以所以你们一起看的第一场演唱会是谁 蔡依林吧 蔡依林还是春朗啊 蔡依林 蔡依林应该先 然后才成了 那蔡依林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吧 对不对 去年 对啊 这演唱会市场也才恢复了一年啊 对 我就是想试图把这个timeline建立起来 所以所以你们一起看蔡依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在武汉还是夏天吧 夏天夏末 嗯 然后对 然后在秋天刚开始的时候看的春浪 嗯 在上海 其实其实见面就很频繁了 下半年的时候 下半年大概能有两个月见一次了吧 差不多 很频繁吧 你看 蛮好蛮好 这作为作为作为这个导演附身啊 小小鼻刚才眼泪都要下来了 这个叫多吗 哈哈哈 天呐 我觉得你们两个要分别回答 因为我发现可能心理上的感受不一定是一样的 嗯 这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 没有 其实也有也没所无所谓 对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意义啊 当时应该是在 呃 因为我就是很 就我们两个关系很熟嘛 然后我会一直开玩笑 要什么东西啊 我说很喜欢这个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然后他就会给我买 然后他说他想要什么 这个什么 我也就直接就给他买 送到家门口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我在应该上班的时候 我在刷地铁上面刷 我在看 然后就说这个卡迪亚的戒指很好看 就是哦 我说 是你说啊 是我 是我说的 天啊 这种马利苏台词是你说的 啊 我说这戒指好好看的 我想要 然后我就是 你是对他私聊吗 还是发朋友圈什么的 私聊吧 就私聊啊 就是很好看 我说我爸就是私聊 那我就截图 你又知道我可能私聊很多人 哦 不是因为 对因为因为 Erik的风格 我也是知道的嘛 对吧 经常在朋友圈钓个鱼啊 什么的 是吧 那我真的就是开玩笑 我说这很好看 因为我本身是不喜欢 我对奢侈品没有感觉 对珠宝更没有感觉 好好好 废话不要讲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啊 这个很好看啊 我就想要这个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 然后 然后那次他来上海 那次来上海 隔了多久 一两个月吧 差不多 一两个月 然后 他来上海 然后就是 他没有跟我讲啊 他就有自己安排 然后我们就那天出去吃饭 和朋友约了吃饭 然后约吃饭之前呢 然后呢 他就 就是有细心策划了 然后就 我跟一个朋友见面 先去找那个朋友 然后我们就在 商场下车 然后去商场里面 然后见到那个朋友 然后那朋友呢 跟他呢 就把我带到了卡地亚里面去 然后就要买剑齿 我说看买剑齿 看吧 跟着看 我当时真的穿的一塌糊涂 嗯 我整个非常的邋遢 穿着大背 没事 我奢侈品店员 都是训练有素的 对吧 这个 这个 然后我就是 然后看他们要买戒指 然后我就说 哦 怎么要买戒指啊 然后他当时的原话是 他说他那个朋友要买戒指 然后OK 我刚才就看看了 那他那个朋友的确是一个 就是奢侈品大户 没有 没有激起你的这个疑心吗 完全没有 因为他真实的就是经常在买 哎 白羊座还是傻白甜呢 嗯 好 有一天 然后当时就是说 然后就在买 然后当时不知道怎么 稀里糊涂的 然后就开始 要量我的手指的尺寸 然后我就突然 这件事情可能是在给我买 啊 然后当时是有一些本能的反应来 就是想要逃走了 啊 哈哈 什么不行 不可以我要跑走 什么东西 可以可以 但那这个你已经误入盘司洞了 这个已经被蛛王网住了 跑不掉了 估计是吧 怎么乖乖就犯了 最后啊 因为当时啊 没有就是没有人给我 就做这种事情啊 首先是没有做过 就是没有人给我做过这种事情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是状态有一些懵逼 就是嗯嗯嗯 啊 这个整个人状态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清晰 然后可能脑中有一丝丝的想要逃走的这个愿望 但是就是没有成功 没有逃出去 嗯嗯嗯嗯嗯 然后就就买了吧 然后就买了 但是买了只给你买啊 不给他买啊 买了一碎嘛 哦 然后戒指呢戒指呢 看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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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我在这里哦 哎你看这个也不太一样啊 你是你是挂在这里 人家是戴在手上 因为 不不要解释 我懂我懂不要解释 等会我再来攻击你 先把这个故事讲给我讲完 哦哦对 然后当时就买了 他在买的当场 有跟我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就是想给你买一个戒指而已 没有说哎呦 哎呀真好 这个使用体验真好 还照顾你的玻璃星 嗯对 那时候我就没有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都不说这个我真的要跑了 就是没有了 就是呃 就其实整个过程 是一个surprise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surprise 但是 呃 就是 也很自然 没有觉得 是惊到惊吓了 好了好了 哎呀 这是个我要打算 你不想听这种什么 也很自然了 我教你们 我教你们识别一下啊 某人开始紧张 或者想掩饰什么的时候 他的他的 他的这个标志性是什么啊 就开始扯一些英文单词啦 哈哈哈哈 然后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啦 好不要听不要听你的 你的A面听完了 我们来听B面啊 小V讲讲 你是怎么精心策划这个事件的啊 然后你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呃 怎么说正式表白或者把他把他拉过来的行为吗 对吧 嗯 其实有的时候 因为我跟他会聊很多嘛 他有的时候会 会表达出一些 有点像撒娇还是 那种感觉就是 嗯 类似爱没有人爱我啊之类的 之类的 我懂我懂 就是有一些怨妇的这种故意让大家来疼他的这种话 对吧 嗯嗯我觉得是啦哈哈哈哈嗯好好好 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话嘛 然后没有人给他买买买贵的东西啊之类的啊 啊 这是呃很很重视他们我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通过这个事情把他成为我男朋友之类的 我只是就就就就就就很重视他然后当时我只是想说呃想要想要呃就告诉他呃你在我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呃那你知道就是男人吗嘴所以讲出来的话不一定可信所以我是想来证明吗然后刚好他赚钱 他跟我说要那个卡地亚的戒指哈哈哈啊那你想要那就刚好呗那我就就就就买给你好了早知道要贵一点然后去南极 他当时要的那个戒指真的是又丑又贵像是鲜满了这么宝石五颜六色的宝石然后你知道我懂我懂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哎这个戒指一看就很贵是吧嗯嗯嗯然后然后我当时也是真心的就没有说什么想通过这个这个东西来逼他跟我所以我我我也知道他性格吗我觉得嗯嗯不讲清楚他可能真的会吓跑想多嗯嗯 尤其我真的不想我已经要买单了他到时候从从店里面跑出去那我一个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那那所以现场真的买完之后你觉得是不是跟你想的还是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啊就是呃怎么说就像上期我跟Eric聊就是他他觉得他能接受什么什么对吧但事实上可能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自己接受不了所以你你可能想的也是 就是说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哪怕是很要好的朋友也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互相情感上支持一下但是做完以后是不是感觉真的就好像有有一些不一样了 他反应其实比我想象真的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悲观我基本上嗯我当时在计划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想好说他可能会从店里跑不出去嗯嗯哦有有心理的预案嗯所以他只要没跑对你来说都是好的是吧嗯 嗯他就就就就就就接受了嘛然后看他表情好像也还算开心嗯所以就毕竟知道还蛮贵的就是就是还可以 嗯为了那因为为了那个价格我也可以就是笑就是哈哈哈哈所以是是小V买单是吧 是不是我是他我怎么可能把他让他给我买东西啊没想到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就是有可能就是避免尴尬一种是从店里跑掉另一种就是啊要不然我来买好了啊哈哈哈哈哈哈没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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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我是想说呃看上去这个这个呃不能叫霸气凌人吧但至少是很很掌握主动权话语权的 嗯很好很好哎所以所以所以但是你你当时觉得呃这也不是说就一定要在一起对吧但是对但是但是但是这件事情你们既然都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呃两个人非常亲密的点那最后就是确认关系是又是又是又是多久以后呢 是我就是后面哎是同一周吗不是同一周吗是同一周吗差不多吧就前后肯定不超过一周然后我们后面约了一次爬山 然后出去爬山然后爬山之前的话呢 在杭州停了一晚上然后就去了pitch然后去pitch的话就大家喝酒嘛 哎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亲别人有没有有吧肯定有的还是在到处打蛇吻就是然后别人问我这位是谁人或者说这种男朋友 哦哎这个有意思所以是你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种话就是来来来哎我我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呃悬疑追追踪的过程你知道吗 嗯就是尸体呃这个恋爱的恶臭的尸体已经在这里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追踪到到底谁杀的第一刀对吧到底谁是凶手好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证人啊小明的天晚上他到底干嘛了啊 对就就就像他说的嘛就是因为因为我我蛮设恐的所以我在韩州酒吧也不认识什么人 然后他朋友就会他还蛮受欢迎的他甚至有一个为了抱他还干嘛把我直接推开哦哇 我啊啊好无理啊来谁谁谁把名字给我抱上来哈哈哈然后就像他说因为有人会问说哎为什么好像有一个人一直在他旁边就问他啊啊 呃男朋友说我那时候还有点哎是我听错了还是干嘛所以你要确认吗 没有我就就就就就来得够了然后什么爱得够你肯定暗爽吧你肯定在暗爽啊我会在想说可能这样 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是吧嗯然后是后来回酒店的时候他在车上也是已经喝多了吗对啊喝多了然后在那边会自己在那边碎碎念吧 然后就突然间就讲说呃类似于说哎我这样的人也可以收获一个美好的感情 我说什么我先去吐一下 这两段话加起来我就觉得哦那what他应该是在确认关系嗯 所以我也没明确说但是就呆一下这个我不知道哦这段我不知道 你已经忘了是不是 你喝很多哦不能喝酒喝酒不好朋友们不要喝酒啊 嗯哎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这个因为因为这两期是离得比较近路的 上一期是跟埃克路她这个父子之间是吧哎我发现这个 这个还是有一些模式上也很像哎 你你爸一喝酒就开始说一些这个百般刁难你的话 你比他你比他好对吧 你你你喝多了以后 你喝多了以后是在在说一些 呃怎么说 比较比较真心的话啊 但同样都是需要借助酒精来打开心扉的 对吧 我不知道哎 好吓人哦 可能都是真心话 就是喝醉喝醉的都会说真心话这样 是是会的是会的 你酒量还行 没有彻底就一下子断片对吧 不省人事说不动话 那个就过去了 你虽然在那个晕了状态 但是还是说了一点 说了点你的真心话挺好的 哎所以所以是杭州那一次 你们就正式的觉得是确认关系了 对吧 彼此确认 应该是吧 嗯对 蛮妙的 嗯这个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整个凶案发生的过程啊 嗯 节奏快一点来我们继续 没有我在享受享受这个这个感觉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在回味啊 我要从这个回味里面在那个 我的节目可以剪没关系 你们就放松了 我想让你们尴尬 我这集要大收 出场费 再说反正也跪不过那个戒指 我怕什么 哈哈哈哈 哎好 所以哎 所以那确认关系以后 所以你们一开始就决定要开放关系 是吧 我觉得我们有没有真的聊过这个问题啊 嗯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不管互联网形象也好 就是线下真实的形象也好 就是 就是 性生活比较丰富啊 往下走 经验比较丰富 然后对这个队伍也比较长这样子 嗯 就是对 可能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说 我不确定我哦 我不确定他啊 反正我是没有这个 expectation 就是说 是一个 exclusive 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当时就没有 一开始就没有这个 嗯大家听众注意识别啊 又开始讲英文词啊又开始又开始编了 哈哈哈 那我这样没办法打德铺就是 嗯 这我也太多了 就是啊 嗯 明白 我我我我要听小v讲 小v多讲讲 你觉得一开始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嗯嗯 你们是要一对一还是怎么样 就有点默认说是会open relationship 因为嗯就是吧 就本来也是两个比较 性生活比较活跃的人 嗯明白 然后那那会有这个冲动吗 想想说是不是要少约一点 或者说怎么样才能表现的更亲密一点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你心里肯定是有很多想法的 哦 刚开始是单方面的吧 嗯就是没关系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呃异地的话要求对方exclusive其实不太现实 嗯呃我宁可他就是直接坦白的告诉我是open 有也不要就是背地里偷偷约的那种关系嘛 所以其实也很治疗 但是一开始真正在一起之后因为我感觉确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嗯呃就处于一个非常对他上头的一个状态啊 啊我有点不太理事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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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我说了吗 我bf就是天蝎啊 我怎么会不懂天蝎上头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状态 我太懂了好吗 对所以那就是说 你会慢慢分享我的情势啊 嗯 你不是说什么排斥open啊 是我真的这个街道不太想跟其他人怎么样 我懂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哎呀就是那种感觉 我对其他人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嗯嗯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 这个话就是要让他听一听啊 ok ok 持续多久这种这种眼里只有他的感觉也就持续三秒 我感觉他现在还在啊 是你你知道你现在 但是也在吃小朋友的你你现在你现在这个后面有一双灼灼的眼神看着你 你现在还在啊但是稍微好一些 对就是呃这一点就是你你真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天蝎会有那个毒针让你知道你做错了啊 嗯有一些的啊是有感觉到对对哎所以那你们没有去聊对吧但是因为也分居两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吧对吧所以所以那你们现在嗯怎么说确认关系在一起有有大半年有吗 半年了刚好半年对刚好半年那呃之所以来聊这个节目就是的确会有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啊 因为我之前访的其实都是怎么说感情非常稳定的老家伙呃 呃马特叔叔也是对吧马特叔叔他们他们两个十一年啊我跟我毕业附今年第十二年啊对我们非常久 对所以所以而且他是天蝎所以我我我是可以给小V很多建议就是我比较识别天蝎的恋爱模式 对然后牛牛老师也七年了对你你们是我访的呃比较新鲜期还没有还没有过保质期的情侣 所以所以 对就是希望节目播出的时候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那我争取这个节目播出尽量不要超过一个月 哈哈哈好所以那反过来想啊呃那你们现在肯定就是还没有结束一听天的一地恋的这个这个状态吗对吧 所以一地恋对你们来说有挑战吗 开放关系是缓和这个挑战呢还是有的时候加剧了这个挑战 你先讲吧 嗯我觉得小V要多讲我对我觉得我觉得小V是想比较多的嗯 还有很多话可以讲 嗯就就是呃 我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人所以有的时候 嗯知道他 跟一些人比较亲密的话会会会会会吃醋嗯而且还蛮重的 嗯是的我觉得是世界上所有的天蝎座可能已经祖上都是山西的都是祖传老陈粗 嗯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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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好像他也不太能解决这个问题 给我来给我来讲一个具体事例吧你有哪一次是吃醋吃的比较厉害的 然后你觉得你做了什么或者说你想做什么但是最后也没有做对吧聊一聊 随便你我都可以随便你 那就就有的时候其实我我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说好就不管有什么样的那个情绪 沟通很重要吗就有什么事情要及时沟通不要铺垫不要铺垫直接讲事件 嗯 反正具体情况就是就是我知道他他可能呃也会对其他人好啊 然后可以讲讲呗然后然后我会跟他表达我会我会吃醋 然后举举举举具体的事件 举具体事件 嗯这个这个点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嗯 哈哈哈 我不会放过你的你不讲不讲不把这个事情交代了这期节目做不了的 嗯 你骗我没关系你想讲就讲我没关系 嗯 要讲具体的事情不要概括也不要铺垫的因为大家都懂大家都是有感情经历的你一定要对你对就是说你既然愿意愿意来讲对吧 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啊一定有人比你经历过更狗血的也有人经历过跟你类似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好好觉得不好意思的啊 没什么的随便讲嗯嗯就是就是有有有有一次我回去找他然后待了有两个周末吧 然后他那个时候有有跟我沟通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呃我在的话会给他一些压力嗯就在他家 然后呃会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就是暗示说我好像有点太黏人的那种嗯那种系统给到我们那我也能理解我就回来了然后反正没有过很久吧 然后我知道他有呃就是会经常见面每周末一起玩的朋友嗯某人还是某些人都会我就会问他说我两个月回去见你一个星期 然后呃呃你说我年人那为什么你跟他每天见每周末见就都ok而且看上去很开之类的然后我我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会吃醋但我可能没有那么的呃严重 嗯就是你觉得你不严重啊嗯我有怨气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只想跟他说说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只希望说他可以哄一哄我啊跟我说一下啊我是我我还是最重要啊blahblah这些嗯这些发面弹簧的话嗯但他嗯他会会他会觉得那以后跟我讲一些比方说他跟谁一起出去玩的事情啊 他会觉得有点压力啊他会觉得我会生气啊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嗯那这个事情你怎么消化的呢他也没有给你你想要的反应对吧 你就自己默默消化掉吗其实后来我是觉得安全感这东西靠别人给不太实际我而且我其实我非常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很你给我把手放下来我还没开始批判你呢哈哈哈就是就是他这点我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呃我希望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尽可能的真诚一点吧所以呃他他后来就是有类似有跟我讲的就是说啊那难道他跟其他人玩跟其他人玩 呃很开心就代表他不爱我了吗就代表他不在乎我了吗也有跟我讲说不要好好这里这里我我稍微稍微分享一下啊我觉得不能叫心理咨询吧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节目越来越走向这个therapy的状态哈哈心理咨询师婚姻心理咨询师在在听你们两个但是的确我觉得过来人有些分享因为我bf也是天蝎呃给eric的建议是说是 你你你你是可以去讲这些道理对吧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感情里面没有那么多道理可以讲啊人家就是要一些嘴上的哄啊很甜蜜啊而且我我这个这个小V你把耳朵捂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就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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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骗人因为这个节目还是要公开的嘛对啊就是我觉得呃就是呃 天蝎是非常非常享受这种甜言蜜语的哪怕是你在你看起来很肤浅的甜言蜜语他也知道你就是说给他听的但是依然嗯就是很甜这种表达要有这种表达要有因为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像跟你说你想要一个戒指对吧但真的有人给你买那个还是会不一样 啊你也不是买不起对吧对就是所以表达很重要表达很重要啊这个道理不能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反过来给我给我给我讲道理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个tips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这半年的话的一些摩擦可能都集中在这个点上面 嗯他的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摩擦吗什么摩那些摩擦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啊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摩擦就是呃我觉得有很大一个点是因为我这个人我碰到问题或者碰到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是解决他而不是去意识到有人是需要一些情绪我知道这个 我再批判一下你啊这个跟我刚刚谈恋爱的我自己也很像啊这种典型的是什么呢就就是这样的说法呢往往是你在工作上还是很很很成功的啊也是也是领导但是其实是有一点点把职场上解决问题的方式搬到感情里来对就是呃我想说的就是你其实你其实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式啊因为这种东西会会让人有点我说我说直接点会让另一半觉得讨厌因为我我又 我又不是你的员工我又不是你的下属我又不是你的同事我干嘛要听你给我讲道理啊嗯是啊这个就是吧就当中是要修行因为我之前也没怎么认真谈破联案啊这是对所以所以所以这个tips是给你的你慢慢自己消化啊你现在不用给我反馈你消化就好呃我觉得然后我给我给小v我给小v一点建议你你把耳朵捂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开玩笑就是我给小v的建议就是说呃对我觉得我觉得异地异地是会有很多挑战的呃没呃你们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后会聊那一趴对吧我觉得最后肯定是要结束这个关系的就是如果你们想一直维系下去啊对异地迟早是要结束的啊呃但是呢这个事情呢肯定是两个人的互动嘛对吧 所以我觉得说呃呃你你对他可求这种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倒觉得不是说要去考虑呃他能给你还是不能给你呃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话很对就是安全感这个东西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对吧所以所以你要考虑的就是说你到底想从他身上得到的那个点是什么呃不是考虑他给得了给不了而是客观地衡量说呃呃就不是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能给的给的你就说啊那你就不要给好了我只要到这里不是的而是说你要衡量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反过来想这个人呢能不能给不能给就拜拜啦没关系啊好的妈妈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好这个结束啊这个我倒是可能会剪掉不一定是要播出去的对这个成熟是是私人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或者说呃 异地恋恋恋这一趴我觉得差不多吧因为我觉得很多情侣的异地恋差不多都是面临类似的问题啊那所以你们觉得说最终理想的伴侣状态会什么样啊呃三口之家啊还是说多元还是怎么样啊嗯他先说吧你先说他先说吧是你先对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大家想法不一样也无所谓是一个碰撞的阶段对 嗯嗯我还是希望只有两个人就好了嗯果然我猜到了嗯只有两个人但是open对吧嗯嗯嗯啊我没有任何的预设没有任何的对这对任何关系有任何的期待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一直是这样子的嗯OK那换一个问题啊那所以你你会觉得呃开放关系要坚持哪些因为我之前呃问马特啊问妞妞啊呃他们其实讲的虽然是如何维系一个长久稳定的感情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也是跟关于就是说呃开放的话对吧他们都会谈到比如说彼此独立的空间和时间 这个其实刚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对吧就是呃你的另一半可能是需要自己独立的时间和空间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信任嘛呃彼此是要信任和坦诚沟通的呃那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会觉得说开放关系里面哪些是不能叫底线吧但是会变成一个默契对吧如果没有这个默契可能就会不太像一个情侣关系了啊 你们会觉得会觉得会是什么这个默契 不知道你说你说 你说就不要爱上约的人 这个很微妙哎你觉得怎么算爱上呢 不知道 我这个人就是有点问题就是很喜欢比 哈哈哈我很喜欢嗯就是做比较所以可能我会希望说不要对嗯其他人比对我要好嗯嗯嗯嗯很真实很真实没关系这个这个不需这个不不需要呃演示嘛对这个就是你真实的心声我觉得挺好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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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或者你觉得就是说开放关系 因为如果说开放关系 如果它是没有一个所谓 就是这样比喻吧 就是放风筝吧 对吧 开放关系有点像放风筝 那风筝呢 你还是要有风筝线的 如果没有风筝线 对吧 这个风筝到处乱飘 那其实跟你单身到处乱约 也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你跟某些人关系更近一点 某些人稍微疏远一点而已 对吧 只是这么一个区别 所以那你觉得就是有本质性变化 那根风筝线对你来说是什么 这样问是不是清楚一点 这问题我真的很难回答 因为其实像我刚才一直在说的 我对任何感情之间的关系 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期待 它变成什么样子 就变成什么样子 我希望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就有一点吧 我想说的就是 我两个人应该在 起码要在 就是他们的观念 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不能说我们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open relationship里面 有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人想要 一个人其实并不想 但是为了维系感情而去勉强答应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不行的 你这个观念指的是 感情上的彼此需要是吗 还是说两个什么 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等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我不能 从这个自己内心的 接受程度上面来讲 必须要是一致的 就是必须我们要赞同 或者说我们是真正的 同意两个人同时进行 以一种这个open relationship 的方式去相处 必须去赞同 而并不是因为说 我喜欢你 所以你提出来 我觉得可以答应 我觉得这个肯定 有办法维系的 但是在这个程度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像我跟他肯定在 这个open relationship 上面的认知 或者定义 或者这个程度 会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去调整 去协调的 去改变的 但是不能勉强 我觉得 对 我最后稍微 把这个话题收一收吧 因为我觉得 其实是蛮困难的 对 因为大家 你们应该 对 你们还处于 在我看来 算是热恋期 还没有 还没有就是 后面还有更多 大风大浪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感情的这种亲密关系吧 或者 我认知里的亲密关系 其实是一个 漏斗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像一个漏斗 就是 你一开始的 这个口是比较宽的 就是你 比如说 你们可能是因为 约炮人士 对吧 也有人是 比如说约会小软件上 也有的人是 可能是 各种各样的渠道 甚至 甚至我 我听过也就是什么 老同学见个面啊 什么的 对吧 吃个饭 都有可能 所以 一开始 两个人 感情慢慢的 就是亲密起来 这个 这个口是很宽的啊 就个人 个人可能性都有 那最后你会漏下来 所以最后漏下来 就会回到那句话 就是幸福的家庭 都是相似的 就最后两个人 如果是很亲密的话 基本上都离不开 这几个点 信任 沟通 对吧 谅解 因为我觉得谅解 也很重要 就是大家都可能去 都可能会犯错 或者说 有意无意的伤害对方 我觉得亲密关系 有的时候 会通过伤害的方式 来证明彼此的 这个投入 也会有 也会有 所以谅解很重要 然后陪伴 然后陪伴 陪伴 然后为彼此牺牲 对吧 但是我觉得最后可能 能够长久维系下的感情 最后可能都是精神 大于肉体 情感的维系 大于感官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 对 所以开放关系 我觉得尺度的确 开放的尺度 也不太一样 但是的确我觉得 我看到的 很多男童的 这个 是实践先于理论 或者说只有 只有混乱的实践 完全没有反思和 和怎么说 审视 我觉得好的关系 还是需要审视的 两个人都需要审视 我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 我自己有没有满足 我还渴望什么 然后审视完了以后 去沟通 我觉得是比较能够 长久的走下去的 如果说完全没有审视 就稀里糊涂的过 然后点一个开放关系的 帽子 然后大家都去乱搞 其实没有意义 对 其实这期我不试图 给一个很标准的 开放关系的答案 对吧 但是我其实是想通过这个 去分享说 你们身边很多的 这个开放关系 其实不叫开放关系 因为他没有真正建立在 这个坦诚啊 沟通啊 包括Eric说的这个 大家有一个共识 包括小V说的 他渴望的 最后有 他是有一个理想的 一个感情模式的 现在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 Anyway 最后都是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最后 是有一个纷争线的 没有纷争线不能叫开放关系 对 所以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 是一个参考吧 就很感谢你们 有勇气去坦诚和讲 你们在感情里 经历也好 对吧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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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明星都是有包袱的 我是不是有个包袱啊 真的是 有偶包啊 所以我还 我还 我还很开心说 哎呀 Eric老师愿意来公开恋情 虽然很多人知道 但是我就不知道 对吧 我就一直以为 哎 你你你谈恋爱了 马队知道了吧 应该 没事 所以我觉得 现在人不很吃香 我跟你说 就是 我我我替小B翻你个白眼啊 好烦 还要拿这个 还要拿这个当当新的新的这个诱惑 因为他没有拿这个当卖点啊 是你在当卖点啊 啊 对啊 我就是知道啊 我就是比你更懂天蝎座啊 好的 OK 这次的播客就是主要就是审判小厕所老师 哈哈 那啊 你你你你 你人红嘛 对吧 人红怕什么吗 人红都是要有争议的 没有一两次撕逼事件 对吧 是不算A咖的 对吧 你现在 你现在是A咖吗 不要出圈 这次不要出圈拜托 我不要出圈 这个我就管不了了 这个反正我我所有的平台都会上 可能小宇宙上不了吧 对 所以嗯 好呀 那最后最后我想想啊 最后我觉得这个节目怎么收呢 一个是最后会有个传统环节 你们问我一个问题对吧 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 我觉得还是要给这个这期的主题啊 开放关系最后收个尾 我觉得这样这样收尾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情侣之间坦诚沟通的一个案例 我希望就是说如果听到这期播客的小朋友 感情还不稳定的 对吧 还没有找到自己方向的 听了以后有一些启发啊 就是怎么样 情侣之间怎么样去沟通 怎么样去谈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后打在你们两个人身上呢 是 彼此说一句对对方的期待吧 好吧 这个期待当然是不要变成压力啊 不是压力啊 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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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的 对观众朋友说一句话啊 我求求你了啊 对观众朋友说一句可以吗 对听众朋友 可以啊 嗯啊行啊 因为其实小v也在这个听众朋友里面 嗯我也在听众朋友里面对 可一应套吧 嗯对啊我我我我我我蛮硬的 嗯嗯就想说呃呃感情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魔版的 嗯 不可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感情 也不可能有完全百分之一百 你期待当中的感情的 如果你想要拥有感情 你就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这个代价不管是你的改变也好 或者什么其他的代价也好 你都是要做出努力的 不可能有非常轻易 就能获得的你理想中的感情的 所以说就是大家加油吧 就是都会很辛苦 所有人都会很辛苦 就是你觉得你感到累了 就是说明你要么再做一份工作 要么就是再谈一份恋爱 好不错不错 小V呢 我觉得这段感情让我很舒服的一点 就是我们还蛮坦诚沟通的 所以我其实在 为什么前代友不是特别坦诚 对不对 不要打断人家 不要打断人家很烦你 我就是在在bating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遇到那种就是尽可能的去展现他有多优秀的这种人吧 但很多时候你可能就一个星期 你就发现其实有差别的 我觉得嗯 反正你在中国 你做gay也很难真的是什么要走下婚姻啊有小孩啊这种地步 在接触的时候坦诚一点吧就大家都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好好啊最后就是我我今天我今天还是下手蛮狠的考验了你们很多 是最后最后你们来问我等下等下给我道歉我跟你说 哈哈哈好呀好呀我发道歉声明我这个人无所谓 我也没少得罪人 那换小b问对你上次问过了嗯 你觉得天蝎座的个性当中有什么对恋爱是比较致命的 然后可以可以调整非常非常直接的非常直接的回答你四个字自我怀疑 啊自我怀疑哦准啊我的天呐 所以艾瑞克艾瑞克你不用不用不用那个不要打断我好不好 哈哈哈我真的我真的不是盲目自信好吗 我都跟你们说了对吧我跟我跟我老爸相处 然后看我爸妈的这个感情模式他们一辈子这个婚姻对吧 他们两个谁问题比较多一点然后我bf也是天蝎 对所以呃我给天蝎做的真诚建议呢就是呃自我怀疑是你们的本能啊 我觉得也很很难很难说不去想但是的确有的时候想太多呢 呃会把你们很多很很很美好的东西消耗掉 会消耗掉对就比如说你们很轻很期望那种很甜蜜的感情关系啊什么 所以我刚刚给艾瑞克的建议为什么说我说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用跟人家讲道理嘛 人家就是要要一个抱抱对吧要一个亲亲你就给嘛对吧 人家就是要很肤浅的对啊人家就是要很肤浅的这个口头上的这种逆来逆去啊 你就给嘛对吧不要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就是因为呃我觉得天蝎有有有有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天蝎天然是懂这个道理的有的有的星座我觉得是不太懂这个道理的包括我自己啊 我原来是不懂的就是谈恋爱不是用脑呃也不是用下半身的器官是用心的那心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直很直接的感受 它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呃所以就是天蝎比较容易在感情里受到挑战就是对方试图跟你讲道理你就很恼火 我就你要的不是这个你要的就是一种感觉对吧一个feel 两个人都有感觉就可以了就是所以我觉得感情的同步很重要对但是 为什么我说天蝎最最容易产生困扰是自我怀疑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太怀疑自己的感受啊 就是呃一旦对方呃你要相信对方其实是呃不管他表面上怎么样啊他内心当中给你有一个毛 我觉得就是你发现对方在心里是有一个毛的啊其实你就会找到你的安全感啊然后你的那个自我怀疑就会消解掉很多就好了啊不然不然在找到这个毛之前我觉得可能会浪费比较多的这个能量 因为我觉得其实天蝎都是能量很很很足的星座对他们也是很愿意去去付出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自我怀疑太多会把这些能量浪费掉 这个就比较可惜嗯 这个我觉得不是问我的问题这个是这个是收费付费付费咨询 这不是问我的 这些什么择是赚的好嘛啊好好好我就应该付出我就应该付出啊我就應該来来那我那我那我收集一下客户反馈好吧小于满意吗对这个回答 挺好的 好好好 他也点头啊 他疯狂点头啊 好那就好 那我们这期就愉快的 愉快的结束吧 谢谢 谢谢两位 花时间上我节目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